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 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哈喽,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 我是你在空中的直行姐姐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爆米花 你有没有曾经访问过你的爸爸妈妈 他们结婚以前,究竟是怎么样被对方吸引 怎么样在一起 最后又是怎么样决定结婚的呢 你想不想知道在你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之前 爸爸妈妈的故事 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他们的故事 邀请你今天就可以去问问你的爸爸妈妈哟 今天,直行姐姐要继续来和你分享 蝴蝶骨和小飞马的故事 好树不结坏果子 坏树不结好果子 我们都要结出好果子 好果子就是好品格 所以,小朋友,你来评评里 蝴蝶骨是个奇妙的地方 它总是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 温暖的温暖的微风 中年徐徐地吹着 蝴蝶骨里头长满了各式各样 五颜六色的奇花异草 但是,蝴蝶骨里头却没有办法看见很多种动物 因为,蝴蝶骨实在是太隐秘,也太陡峭了 想要进到蝴蝶骨里头 除非你有翅膀,或者像小松鼠一样 可以沿着一棵树,跳到另外一棵树 否则,一般的动物是很难找到 也很难走得进蝴蝶骨的 所以咯,蝴蝶骨里头充满了成千上万只 蝴蝶,小鸟儿,还有小飞马 有一只在蝴蝶骨里头长大的小飞马 名字叫做贝贝 贝贝时常在蝴蝶骨的上空飞翔 飞得很高很高 然后,再像一只箭一样 快速地俯冲下来 扑通一声,冲进了冰凉的池塘里 洗个痛快的澡 把翅膀甩一甩 再容光焕发地走出来 贝贝实在是一只 极漂亮又神奇的瓷马 但是,它常常觉得孤单 其他的小飞马 年纪都和它差太多了 它也很难和蝴蝶聊天 和桑树打交道 有一天,小飞马贝贝 再度朝着天空高高地飞去 它的飞高技术越来越好了 这一次,它飞得比从前任何一次 都还要高 比雄尾的松树还高 比耸立的花缸岩石壁还要高 高到整个蝴蝶骨都缩小 变成了一个小黑点 贝贝发现这个世界好大好大 它四处张望 看见不远的地方 有一大片草地 草地上还聚集了 一点一点密密麻麻的 诶,是一大群的马儿 贝贝快速地朝大草原飞过去 好像一片雪花一样 它轻巧地降落在一群马儿的中间 马儿们被吓得倒退好几步 贝贝则兴奋地打量着这群新朋友 它发现 这些马儿是没有翅膀的 它们是陆地上的马 而贝贝却是一匹长着翅膀的小飞马 正当草原上的马 纷纷惊讶地退开时 当中有一匹全黑的马 越走越靠近 它是这些草原马的领袖 名字叫做黑眼 它是一匹漂亮的熊马 它来到贝贝面前 用鼻子呼呼气 嘶叫了几声 对于小飞马的到来 表示欢迎 其他的马儿们也纷纷嘶叫起来 然后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它们又走回去 静静地吃起草来 不过现在当中却有两匹马 对彼此产生了不同的感觉 一匹是漂亮的草原熊马 黑眼 另一匹则是长了翅膀的害羞瓷马 贝贝 贝贝 然后继续 熊马黑眼 在草地上到处奔跑 跳跃 它的头抬得高高的 乌黑的鬃毛和尾巴 随风飘动 它常常跑着跑着 无缘无故地 跳到半空中 去扑一只蝴蝶 或是拼命地追着太阳 看样子 黑眼已经深深地 爱上这一批 长着翅膀的 灰色瓷马了 小飞马贝贝也有同样的感觉 它从来没有看过像黑眼 那么雄壮的动物 它常常高高地翘起尾巴 勤快地在草地上慢跑 但是贝贝那双明亮的蓝眼睛 却一直盯着黑眼 黑眼跑到哪里 贝贝的目光就跟到那里 爱情这种东西 对黑眼和贝贝来说 实在是太奇妙了 这种神圣的感觉 把他们的心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永远也分不开 到了夏天 百花盛开的时候 在这一片奇妙的草地上 小飞马贝贝和草原马黑眼 终于结婚了 他们一起过着快乐的生活 一起分享草原上最鲜嫩的青草和野花 有时候贝贝实在是太高兴了 她会忍不住排动翅膀 在天空里高高地飞翔 不过大部分的时间 她总是心满意足地留在草地上 紧紧地靠在黑眼 她的丈夫身边 不过大部分的时间 渐渐的夏天就要过去了 这时候小飞马贝贝发现 他的体重一直增加 起先他还以为这是他吃的太多 又不常常飞行的结果 但到了秋天 树叶都掉光了 眼看着冬天 马上就要来为大地铺上一层白雪 这时候小飞马才觉得 他越来越不容易飞起来了 贝贝心想 我一定要减肥才行 不然我永远都别想飞起来了 于是贝贝经常和黑眼一块奔跑 跑得像一阵风似的 他一面快速地跑 一面张开翅膀 努力地想要让自己飞离地面 当他快要飞起来的时候 他的身体却变得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终于像一阵旋风中的树叶一样 只是顺着风转个几圈 又滑落到地面上 小飞马贝贝躺在地上 翅膀和腿都纠缠在一块了 他很纳闷地大叫 我为什么飞不起来了 亲爱的大朋友 小朋友弟弟妹妹 结婚了之后的小飞马贝贝 为什么越来越飞不起来了呢 请你千万别错过 下一回你来评评理这个单元 知心姐姐要为你公布答案哦 我们下一回空中再见 拜拜 我是小小时间家 喜爱城市不说谎话 每天培养好听歌 人家学习我全责 听歌吃我好跟机 不怕暴风来清醒 我有梦想在心里 一点一点去努力 我是小小时间家 喜爱城市不说谎话 每天培养好听歌 跟着学习我选择 听歌吃我好跟机 不怕暴风来清醒 我有梦想在心里 一点一点去努力